中国的法官都是臭流氓,都是臭无赖。 你发展指定意见,你在说什么东西? 你站起来,先对你去训证,干脏法庭制线,我就把他赶出去。 我们都不同意这种东西,我们都不同意这种东西,我们都出去,不同意都出去。 我们不同意这种指定意见都出去。 我们没办法出去,我们一起班的时候,你们如果不同意的方式可以退出去。 先是法官骂人了,但是他还不让别人说话。 中国的法官不仅仅是骂人,就臭流氓。 上海的法官集体嫖娼案,还记得吗?前几年,五六个法官到一个度假村,集体嫖娼。 是因为他们司法不公,被一个受害者,一个案件的当事人,盯上他们了,发现他们这些问题了。 我在北京也打过官司,东城西城海淀的法院我都打过官司,这些法官都坏着呢,没几个好东西,整个公检法都是臭流氓。